咳咳 好 後面好了 我們先從後面來介紹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我好像隔好幾天沒有直播了 今天這台車是WISH WISH的話 它有新款跟舊款 那這一台是 0809之後的 所以它的 前腳 前腳的孔徑 還有一些小東西的話 像後面的筒身 長度也跟舊款的不太一樣 還有前面上座 螺絲孔的粗細 就像Artist的11代11.5代一樣 它的前上座的規格也稍微有不一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好了 原廠的避震器 新舊款插在哪裡 舊款的話這個螺絲 這個螺絲是M8的 新款的話是M10的 然後這個孔徑 也不一樣喔 新款的這個比較粗 47mm的 舊款的話是15mm的 所以不太一樣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這一台簡單就是 前面就是賣花城 後面的話算是拖一幣 可是拖一幣的話 一般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但它後方跟 90、11代的 Artist一樣 都是做成一體的 後面避震器還蠻簡單的 那這一台車 KT的設計是前面跟後面 都有附一個新的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上座的部分的話 就不需要 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避震器應該也用了蠻長一段時間 那畢竟這台車是 計程車 計程車的話小黃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因為它就是營業用 所以需要常常載乘客 所以在設定上的話 KT的設計也還有辦法 迎合到像這樣營業用計程車的 一個要求 就是要舒適 因為如果一般轎車的話 可能 每個人會因為 自己的駕駛習慣不太一樣 有可能需要比較靜忌的 或者是比較舒適的 但計程車的話 我們一般都不太希望 它做得太靜忌 一般如果我們載乘客的話 做得太靜忌的話 可能會被客人罵吧 來這一台的話 後方的話 它的避震器結構 跟Artist超像的 這個WISH的話 它是彈簧跟避震器 做成一體的脫衣壁形式 後方的話 KT有刻意做了一個動作 把這個彈簧的長度 把它拉長 這台車經理有看過 有的其他品牌的話 彈簧用到180長 那大家想看看好了 如果180mm跟220mm 它的作動的範圍 一定是這個220mm 作動的比較大 所以它的舒適度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如果你是 要一個很靜忌的用途的話 那可能啦 180mm 或者是200mm 會比較適合 但是這台車 如果做得太靜忌化的話 後面乘坐感覺 就相當不好 就會太過於彈跳 太死硬了 所以這一台的後方KT的設計 就是做了220長 公斤速的話 才只有5公斤 但行程的話 有做得比較長 所以會在舒適度上的話 會做得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後方的形式大概這樣子 那如果從下方往上拍 這個常常我們有技師 或者是店家在詢問說 經理這個腳管的話 哪一邊是要裝在裡面 或後面 這裡的話 有拍到一個 這個有一個銀色的環 銀色的環 它的用意 是希望這個避震器的角座 往內側電過去一點點 所以銀色的環 是要裝在這個支壁的裡面的 所以這裡有一個銀色環 這邊是沒有的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銀色環 是要靠輪胎這邊的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你從裡面 你從那邊拍 然後我從這邊 來介紹一下 它後座的部分 新款的WISH的話 好很多 如果是舊款的 它的這一排椅子 全部都要拆掉 才有辦法把這個飾板 把它拆掉之後 拆再來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 可是這個新代的話 方便多了 這裡就做了一個維修試蓋 維修試蓋打開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一個零件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拆解 所以在維修 或者是在改裝的時候 就會比較省時間一點點 那在避震器上部這裡 有一個旋鈕 從這裡的話 也能調整到軟硬度 待會裝好的時候 會把這個試蓋蓋上去 如果車主 WISH的車主 想要自行調阻鈕的話 可以把這個蓋子把它撬開 從這裡 就能調整後方的軟硬度了 所以這個是 WISH後方調整阻鈕的方式 好 換我們來介紹前面 前面的話 就比較簡單一點 前方的話是 麥花城的形式 它的形式的話 跟 Artis 都是一樣的 前方的話 這條彈簧一樣是用 200層7公斤 比較舒適的一個規格 它的彈簧的線距 拉得比較開 前面的話 就沒有設計成直捲彈簧 因為這樣的設計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前面是200層7公斤 把它的一個 彈簧的外徑 彈簧的外徑 做得比較大一點點 彈簧跟彈簧 每一條線之間的距離 也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作動的範圍 幅度 會比一般之間的彈簧 還要多出35% 離載串的部分的話 就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不用再多花錢 改可調式的 改強化的 直接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這邊有一些是 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 煞車油管的固定架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調整側高的話 是從這個地方 銀色的齒輪狀托盤 懸鬆之後 再來調整 調整好之後 不只是要用工具把它鎖緊 會建議 因為前面的話 它叫賣花層的懸吊 所以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避震器是會轉動的 那如果如果這個齒輪狀 托盤緊度不夠的話 就可能會造成行鎖之間的異音 會有 llll的聲音 所以鎖好之後會建議 托盤再多撬個兩下 這個材質是鍛造的 是鋁合金鍛造 6061鍛造的 所以它是可以敲起的 沒有關係 敲起的話才不會造成行鎖之間有鬆脫 就會造成異音的狀況 上面的話是 拆裝也蠻簡單 這個絲板是不用拆裝的 因為它這裡就可以看得到三顆螺絲 在上座這裡 這裡有一個KT的旋鈕 這個旋鈕黑色的 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的 往順時針就是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來做調整 那KT的用料的話 像是我們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 是使用意大利IP的阻尼油 那油封的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WISH的話很多的車友推崇的都是日本TIN的品牌 TIN的話它所使用的油封 也是使用日本最棒的油封 日本的NOK油封 所以KT整體的品質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裡就是KT製造的工廠 所以如果 日後有需要做翻修 有需要做維修的話 都可以這個裡面的零件 都可以單一汰換的 不用一個小小零件就需要換一整套 所以日後都是可以拆修 都可以來做一個維修的動作 那如果車友有想要先試乘看看 先了解看看KT整個乘坐的感覺 再來考慮的話 其實我們從 北區還有 中部這邊還有KT的 一個公司 或者是我們南部的店家 那邊的話其實都有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做試乘 如果車友有想要先試乘先了解看看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像今天下午好像有另外一個 車主要來試乘的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還沒回來 fuera 來 在辦啦 contributed 路